几台张哥111V134不敌雷霆,取得了一圣欺负的开局,球队老板泰德·莱昂西斯也对于几台的现状极度不满。 在接受NBC体育频道的采访时,他针对球队贫弱的防守发出了估计,并称球队不能重蹈2016-17赛季开局不得去后来聚上的线力,不能染上这样的坏习惯。 奇才老板弹击自己的球队,当你可以得到125分的时候,却还输25分,那说明你需要来点防守了。 奇才老板莱昂西斯说道,现在,我们需要在合适的位置让防守成型,特别是防守三分球。 在打出一圣欺负的开局后,奇才的防守几乎在联盟处于垫底水准,他们没场比赛也让对手得到123.9分。 而在赎场111比134输给零平的比赛中,莱昂西斯就坐在场边,我们在两年前也曾以二胜八负开局,最终却和凯尔特仁站着去场,差点就杀进了东部决赛。 我希望球队不要去参考这样的闲礼,那年我们赢了49场,你不想总是落后。 更重要的是,不能染上这样的坏习惯。 泰德莱昂西斯随后补充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夏天,奇才的全明星空位约翰沃尔海森他们,应该被列入东部的强队阵列。 他们还补充了德怀特·霍华德这样的实力派内线,然而因为伤病,霍华德错过了萨继出的头七场比赛。 他在代表其才出战的首场比赛终极上场,而13分钟就拿笑两,零分,却还是没能阻挡住雷霆。 而且在惨败于雷霆的那场比赛中,还出现了令人难忧的荧幕。 在一次暂停中布拉德里比尔直接从主帅斯科特布鲁克斯手中抢过了战术板,亲自给队友们布置战术,霍华德随后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要知道,本场比尔得到27分2篮板四助攻一场段,是奇才本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 根据The Athletic记者Michael Lee的爆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球塔在观察了奇才的境况,后一也称这支球队是本赛季至今的最差球队。 他认为奇才防守贫弱,缺少知替语言的沟通,而且打球也不够拼,哪怕奇才曾在两年前创造了后来居上的表现。 但这位球塔对于本赛季的奇才并不值得观态度,认为他们难以复制当年强势反弹的奇迹。 4月9日,他已成归赛的最后一日为期,趁那就是奇才本赛季的最后一天,那就是这帮家伙的归宿,悟空。